年日大雨 商极蔬菜 彰化 蒲岩 菜农 叫蒲连天 即将收成的高丽菜几乎烂光光 另外苦瓜 南瓜也不堪雨水摧残 裂果严重 接着又出大太阳 救都救不回 六分地的高丽菜田让人惨不忍睹 所有的高丽菜几乎全烂了 这都没了 这都没了了 不知泛黄还烂到软软黑黑的 原本就快收成的高丽菜成了卷腹模样 农民看在眼里 痛在心里 连月的大雨 苦瓜也受害 挂在藤上的果实裂果 水上 用刀子一割 里面已经烂掉了 被雨水打落的苦瓜也不少 掉落满地早已坏了 农民试着采收一些还可以吃的 来到南瓜田 农民拨开瓜藤 里面的南瓜叶已经烂到坑坑洞洞的 要不然就是裂果裂到开口笑 大雨过后又放晴 农民说最怕这样子 农村只会更严重 老田不赏脸 心血全没了 他们也只能无语问苍天 新唐亚太电视综合报导